每天一条独家原创视频恋爱时假装生气,失恋却假装开心,如果一个人让你不断地想找答案,那他不会是答案,你不是不被需要,是还没有遇到那个需要你的人, 哭不是因为你说的每句话,是因为每句话我都感觉到你的不在乎,不喜欢洗澡水呼冷呼热,也不喜欢人呼冷呼热,不要因为难得而舍不得,遇到不对的人,要像遇到鬼一样把腿就跑,要骗我就骗到底,抓不住的,往往也没放掉,你是值得被爱的,只是不适合被他爱,以上这些恋爱小金句和插话,都来自一位台湾的女孩 来Debbie Wu的失恋心得,Debbie既是插话家,也是一位失恋治愈高手,2012年的时候,为了走出失恋阴影,Debbie开始把自己在爱情里会遇到的矛盾,不安,转化成简洁有力的文字,配合自己的小插话,发表在网上,一下子受到众多粉丝关注,每个人都会有感情困扰, 无论你处在哪个阶段,都必须面对你们之间的问题,感情真的无法将就,迄今为止,Debbie的金句,已经做成两本图书出版,尤其是万粉丝,被他这寥寥几个字的质朴语言所打动,治好了自己因感情而伤痕累累的心,现在的Debbie Wu在法国美院攻读现代艺术, 因为身处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,对生活观察细腻的他,开始对亚洲女孩的恋爱观感兴趣,他每天在社交网站上,观察大量不同风格女孩的生活,从中截取印象深刻的画面,直接通过插画的形式,画出电脑,手机屏幕上截屏的样子,每一个城市,视窗,桌面,图片,都在表现人物的个性和含义,既有趣又耐人寻味, 自述Debbie Wu编辑白问评,我叫Debbie Wu是个插画家,我对感情这块特别感兴趣,观察也比较细腻,就发现亚洲女孩在恋爱中都比较缺少安全感,然而,不安全感其实是爱情每个阶段的写照,在暧昧里,你会怀疑对方会不会喜欢上别人,在恋爱阶段,你会有很强的占有欲,限制她跟异性往来,去哪都要报备,在分手之后, 有人还会担心前任是不是有新对象了,我从2012年开始在网络分享,用一个插画,搭配一句话,到现在创作超过500句金句,我觉得用句子写出来,比说的更容易让人去思考,后来我把这些小插画整理,出了两本书,一下就在网络上红了,很多网友留言说, 看了我的东西后重拾信心,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迹,也有说找到了新恋情,大家都说被我的话给治愈了,我觉得恋爱中的人都是盲目的,其实只需要一两句话,就能被点醒,就看你愿不愿意,中国女孩的系列插画, 我试图从中表现中国女孩的感情观,我画了我特别关注的四位中国模特,他们的形象很鲜明,有个性,独立,在网络世界里保有个人特色,让我想要更了解他们,而不是单纯把他们发在网上的照片画下来, 我把他们的回答,画成截屏插画,用截屏表现的好处在于,我可以把很多讯息综合在一起,我喜欢用原子笔和彩色铅笔来创作,把细腻的笔触跟粗糙的色彩结合在一起,这几张插画里,我还画了二维码,扫一扫,就能连到他们的微博, 彩特是上海的模特,有自己的设计师品牌,他当时的感情观,是顺其自然,所以我用拼音的方式来表现, 路易斯在美国读书,是美国品牌UNIF固定的模特,他是个很直接的人,告诉我说他单身,所以我在画里写了好几个单身的大字, EA发的照片很有设计感,我在画里特别凸显红唇,因为他说他在暧昧中,常犯的错误是过多亲吻, Milky同时也是造型师,很有个性,我在里面画了好几个视窗,把它包围起来的感觉,象征自我保护, 其实现代很多中国女生,恋爱的方式和西方人没有差到哪去,反而是内在不同,隐形的社会压力, 会成为不安全感的来源,即使很多女生她们想要不顾一切的去谈一场恋爱,但是她父母或是南方的父母, 可能催说要结婚,生小孩,家庭的压力等等,有时不安全感不是来自感情关系,而是外在, 失恋的那段时候,我明明知道自己在浪费时间,都始终无法从失败的感情中走出来, 所以我开始把创作的东西放到网络上,给朋友看也给自己看,希望可以快点停止胡思乱想,否则会错过更多生命里美好的事, 遇到现在的男朋友以后,让我明白,破解不安全感的方式,就是活在当下,不要去想太多另一半的过去或是未来, 把现在过好,很多事情渐渐的就会得到解答,部分图片提供, Debbie Wu, Rico, Louise, Ye, Mewkey 文字幕志愿者 继绤者 长江华 they faseik 郎就让 他们解释不到 Whom they一起的原因, 地面对这里要面对那么一块血圆的方式,